盘点舆论圈那些开过光的明星 明明是最容易帮的人设 却总能被小姐腾给稳住 孙千太乐帮出联情后 小盘险仅尽早就告诉过我们了 莫想琴曾在节目中爆料 陈晓慧2016年结婚 就连假的亮和做头发仪式都能被猜出来 7月份呢钱和家庭都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飞来的好运 但是2016年17年要克服一点困难 尤其是在家庭情感方面 真的 会有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很难 或者自我表达方面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说你一定要谨慎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而汪涵以玩笑方式说出的话 则更加难人寻味 要不怎么说假姐妹争瓜主呢 聊到女生的那些绿茶行为时 吴玄怡一针见血 就是说明明知道对方有女朋友或者是有男朋友 她非得去还去跟她联系 对 就联系完了还就是那种 哦我没有呀 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孟美琪那些OS 你直接说我456多了 而杨月琴更是早有预料 我赌孟美琪耶 我觉得孟美琪应该会第一个结婚 你十年后肯定已经有老公生小孩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你十年后一定会 你老公对你也会特别好的那一种 对你的事也会很支持的那一种 陈一如刚出道那会儿就一直在疯狂爆料 只不过都被大家当作玩笑 也早就明示过 汪东城和叶阿伦的关系不一般 奈何没人相信 还曾在另一档节目中 坦言无踪回家带小孩了 当年那一片广袤无言的瓜田 竟只有陈一如一只孤独的茶 果然队友们都是知道点啥的 竟着让黄子涛评价前队友时 他简直是一个大无语的状态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切尽在不言中 当粉丝告诉黄子涛要准备谈恋爱了后 他回了局 谈什么恋爱 为什么好像很大了 黄磊跟陆寒说某人曾来征过婚 吓得他差点没忍住 这是老奶奶钻被窝给爷整笑了 而他本人曾因太红而烦恼 然后被硬材指了条明路 黄紫涛则是被江云升上了一个 运气从来没输过 40 90 0 0 70 恭喜汽油队选择了90年代案件 你猜50 60 然后选00吗 OK 50年年 恭喜没挂机队 选择了00年代案件 还有几个我现在猜 我不信 上头了 我40 这把必赢 10张 70还在吗 我跟你说这把我必赢 兄弟 就这 恭喜天仙男枪队 选择了70年代的案件 哥 咱还是别拿爱好挑战之夜了 上下 我们开始决定了 梦